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KOL资源一,YouTube,YouTube视频网站,于2006年被Google以16.5亿美元收购,既然是谷歌系一员,可想而知,YouTube在谷歌排名肯定是优先级别的。YouTubeKOL营销以视频推广为主,通过视频内容引导用户点击下载或者点击消费。 2017年6月,谷歌公司旗下全球最大视频网站YouTube宣布,每月登陆其网站观看视频的用户达到15亿,用户每天在移动设备上观看的视频时长超过一个小时,很多用户都是通过YouTube上的KOL推荐,寻找到自己所需的产品或商品。 2.Twitter 对于品牌主而言,Twitter是一个不得不重视的传播品牌和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 在Twitter上,用户会将自己的最新动态和想法以移动电话中的短信息形式推文发布发推,而140的推文字数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该平台内容质量。 文字精炼,内容丰富,因此备受用户喜欢,因任何用户发推文都需要斟酌,阅读者的体验因此得到很好的提升。 或许这恰恰是Twitter最吸引人的一面。 同时,这也是个适合标题党发挥的平台。 Twitter上的KOL营销主要还是以偏向于热点。 新闻 内容营销分发 3.Facebook Facebook已经覆盖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仅中国,朝鲜等几个地区未开放。 根据Facebook第二季度财报显示,Facebook的月活跃用户数已经超过20亿。 KOL营销主要以社交,社会热点即化提醒东西为主。 4.零四gram Facebook旗下社交媒体平台,目前拥有8亿多月活跃用户,日活跃用户量已达5亿。 Instagram上的KOL营销主要以分享美食、健身、摄影、时尚等美的东西开展专业性的论坛,或者做活动为主。 目前,KOL营销投放主要还是集中在YouTube、Facebook。 Instagram的社交平台,其中最受营销人员欢迎的社交平台为Facebook。 有80%的营销人员会使用该平台进行KOL营销。 使用Twitter的比例为75%,使用博客的比例为73%. 海外网红营销入门技能,网红营销的最终目标,是利用网红的影响力来分享或推广品牌。 要使KOL营销更高效展开,营销时创建和发布品牌内容必须与网红的声音保持一致。 例如,企业有一条时装线,可以与YouTube上的美容美食上视频记录器一起使用, 以尝试制作最新系列的视频,该视频符合网红的观众对频道的期望, 同时为品牌营销创造新的内容,您无需花费金钱来建立自己的沟通渠道, 而是找到了客户正在积极使用的平台,并与该渠道上的网红一起工作, 也立即扩大影响范围并与目标明确的受众群体进行交流。 为什么网红营销有效?94%的使用网红营销的营销人员认为它有效。 网红行销遵循的逻辑时,网红的听众具有共同的价值观, 相似的观点以及对该人的言行的某种程度的信任。 当他们正面停价品牌时,信任和利益就会从网红转移到产品。 当当Ting Donuts在国家甜甜圈日, 雇用8名社交媒体网红的团队来接管其Snapchat账户时, 他获得了数百万的社交印象,超过40,000个参与度, 并且Ting Donuts的Snapchat粉丝群增长了1,000百分号天, 这一现实正好验证了利益大学的一项研究。 在人群中,需要5%的人才能影响其他95%的人群, 而大多数人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受到了影响, 这也是一种群居心态的社会反应。 即人们受到影响, 以采取主要基于情感或感觉的某些行为的想法。 网红营销网红营销之所以如此成功, 是因为它打破了消费者与传统数字广告之间的壁垒。 消费者越了解广告,该策略就越不成功。 例如,在侧边栏,标题或网页其他区域中的展示广告, 看到的平均点击率为0.05%。 任何网红的价值2019年, 近90%的营销人员认为网红营销的投资回报率ROI优于其他营销渠道。 据研究显示,网红营销平均每花费1美元就能产生6.50美元收益。 相比之下,广告每花费1美元只能产生2.65美元利润。 如果您是试图发展新企业的企业家, 那么网红营销可能是营销品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无论是赞助、免费产品、独家采访、交叉促销还是任何数量的激励措施。 企业和网红之间需要进行价值交换, 让网红获得一定的回报,以提升您的品牌。 请不吝点赞助,请不吝点赞助,请不吝点赞助,